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孔子庙堂碑》也叫《夫子庙堂碑》 是由于世南撰文并且书写的 这个碑的名气很大 大就大在哪呢 它的文和它的书题想融合、想和谐 《孔子庙堂碑》也称它叫《夫子庙堂碑》 《夫子》一般是对老师的尊称 或者是对有道德修养的人的尊称 正因为是于世南撰文并且书写 我们要知道于世南是一个大儒 被称为身兼舞爵、认论尊敌的那么一个人物 之所以能够被汤泰宗所启动 因为汤泰宗对他的评价是 德、直、博、书和学 五觉兼备 所谓德呢就是德行 所谓直呢就是中直 所谓学呢就是博学 文呢就是维文了 那么书呢就是书喊 所以能这样的人物 你想他的心胸有多么大 他的那么寻扬有多么厚 就如同一个茫茫的大猿 那么开阔的土地上 那么样的风景都容纳到他的心中 所以他这样的人物 才能够写出那样的美文 这样的人物 才能写出那样田径 那么树木的字呢 当唐吴德九年开始 刻这个碑到征观中 才刻完 这个碑刻完了以后 当时的这个音响极大 实料记载啊是 车马鸡碑下 吹踏无虚日 但是这个碑呢就是 回掉的时间很早 就是在这个碑立完了 时间不长啊 就被 因为这个寺庙被火给烧掉了 然后呢这个碑就 就被烧坏了 就没了 没了呢后来呢是 吴德天的时候啊 又重刻 但时间不长 又毁了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碑 主要是后来刻的两通碑 那么其中的一通呢 是在西安 在西安碑林 也称为西庙堂 也称为西庙堂 那么另一通呢 呃 什么时候刻的 说不清 但是呢后人的推断呢 也是在宋朝思继刻的 在山东的城武 又号称那叫 东庙堂 呃 那么 从他的这个 被课程 人们对他的那种 追随 追求 认可 一直到后来的 翻课 冲课 再课 一直影响到今天 啊 有人评价说 天涯凯处第一 明白 没想到 他们在这种 人媒es 演繹 传统 而 甚至 传统 某 诚 该 诚 诚 诚 今天 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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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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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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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作曲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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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书啊 作为一个书家来讲 是不能不学的 是必须要学的 从古至今 凯书的地位都是十分重要的 就如同人的战力 你力不好 怎么能够走路啊 所以 提起 说起唐凯的时候 我们应该把唐凯放到 整个凯书的 它的大的这个 路径里来去思考 也就是把唐凯放到整个凯书的历史度去考虑 我们都知道这个凯书的形成是七十亿汉代 直到今天 那么从历朝历代来讲 凯书或者叫正书 正书当然它包括了传书和历书 就是每个朝代 其中的正书 在吴隆书体里面的正书是占了三种 那么 那么正书呢 它是 过去 作为这个实用问题来讲 是最广泛的 那么 那么 新草书 相对来讲呢 就是实用性上 不如这个正书了 呃 凯书 从它的发展的历程来讲 你看啊 我们可以往后推 从汉朝开始起始 到北北手势 它还是凯书 到了晋朝的时候 汪羲之也好 包括 包括 汪羲之之前的三国 魏 晋 那么 凯书 它占领 这个位置 还是十分重要 因为它是有一个实用的一个过程 那么 知道了这个 隋唐的时候 也就是说是 尤其是唐朝 把这个凯书 推到了顶峰 那么 唐凯 实际唐凯呢 事实上 唐凯 是因为在唐朝 把凯书给推到了一定的位置之后 所以 在加上这个唐朝 比较强 比较强盛的一个时代 那么这个凯书呢 打上了时代的烙业 所以叫它唐凯 那么不仅是书题是唐凯 包括唐诗 唐庄 唐台建筑 等等 所以是 这个时代的强盛 那么它 艺术的发展也是强盛的 那么 但总的来讲 唐凯 它在整个凯书的过程中 仅仅是一段而已 那么 呃 我们提起来凯书的时候 但是正是因为 这么一段时间 所以呢 大华在人们心目中 一提起来凯书 马上说想到的就是唐凯 唐凯呢 它是一个 就是书法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鼎盛时期 那么至于说 唐凯 这个今天呢 是否是 这个 这个 这个不被认可了 或者说是这个 呃 有点被失落了 这个呢 我觉得 看怎么看 要我说 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 叫正书时代 就是 我们这个时代 应该是 回归去写凯书的时代 但不一定是唐凯 要一定要回归到写凯书的时代 为啥说呢 从中国书法发展的历程来讲 从隋唐开始 主要是以凯书为主 当然青草书也有很多的大家了 哈 那么到了宋代的时候呢 主要是以新草为主 那么到元代呢 那最著名的书法家 是赵孟夫 元之后到明清又到新草书 那么我们这个时代 要按照这个时间的轮回来讲 是不是凯书 又会重新翻过来 人们会重视凯书呢 当然 改革开放这三十年 这个凯书是被冷落了 习的这些事越来越少 主要是因为暂停效应 再加上 电脑的冲击 它把实用这一部分给剥离了 走向了纯粹的艺术 当看到这个凯书 是慢慢地萎缩 在全国性的展览上是 作品是越来越少的时候 一些认真知识啊 就提出来 这个凯书啊 成了小众了 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 哪一位书家 没有凯书的体制 哪一位书家 在学书的经历过程中 没有学凯书的经历的历程的 都应该是有的 如果没有 就没有很厚的根基 只不过是在展览的过程中啊 它不以凯书的面目 不以凯书书体 拿出来展示而已 那么这里面呢就是 刚才一谈到 写凯书的虽说有 虽说是少众 但是有 主要是以一些木制啊 为卑为主 相对来讲 其实唐凯的也比较少了 这个呢 我们应该这样想 唐凯呢 发展到唐朝的时候啊 他是把凯书 发展到 到了顶峰 但是呢 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法度 正因为这个法度 尤其是到了唐凯的时候 法度胜严了之后 就容易舒服人 所以才到了宋代的时候 这个人们就冲上去 因为人们的冲上不同 所以改邪往习治的行书了 那么唐凯对我们今天的现实意义 应该这么说 就说是 没有规矩是不成方圆的 规矩 是一定要有的 那么种在哪呢 种在法度上 所以法度 两个字 一个是法 一个是度 我们更重要的是 对度的把握上 现在之所以不愿意写呢 我想呢 不愿意写楷书 不是楷书 本身有什么问题 应该说 是写楷书的人 或者是搞书法的人 对楷书的理解问题 你想 人们都在谈起楷书的时候 说法度 法度 一提起的法度 好像要被人给欲 舒服一样 我觉得呢 不在楷书本身 而是在写楷书本人 写楷书的这个人 就是 你还没有写楷书呢 你就害怕他就罚了 就畏惧了 就不愿意被罚 说舒服了 那还能 还能去 认真地去 临摹 能够坐下来 撑牵下来 去做楷书的学问 课题吗 和学问吗 不会的 所以说呢 唐楷 不是问题 问题是 我们这个时候的人们 对唐楷的一种认识 要想 比方说 刚才你提到了 叫激活唐楷 这句话 没有问题 如果更好一点 我的理解 激活唐楷的本意 应该是 激活人们 对经典的认识 激活人们 对 传统文化的崇敬 和崇尚 所以我们不能 就激活唐楷 这四个字 九字论字 提出激活唐楷 它的本意 就是刚才我说的 应该是这个意思 激活唐楷 不是让唐楷再现 而是 而是 传统的一种尊重 用这种 冲净的思想 去接受唐楷 对 这么着 才能够传承 包括还有 提出的金开问题 那么金开 也是这个意思 就是金人对楷书的理解 金人对楷书 对楷书的把握 事实上 它是一个尊重古典 和书写实在的问题 就是古语经的问题 我的理解是这样 对楷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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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对楷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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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